阿弥陀佛 就像大夫开的月房一样 这个厨房是替那个人开的 治他的病不是对我开的 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经典 都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开的月房 所以你要不会吃药 你会被药这要死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懂得 那佛真的慈悲 对末发时期开了一幅 一般的房子 这不是对一个人开的 这个房子是什么呢 这个房子就是禁宗发门 禁宗发门不是对某一个人开的 三根仆被利盾全手 所以这个叫万灵丹 无论什么病 用这个房子肯定有效 肯定得度 妙不可言 要么有这幅房子 那就难了 太难太难了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本来是佛 学佛同修 这个概念不能没有啊 我们本来是佛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能不惭愧吗 人知道惭愧 就能够发愤 图强 能够勇猛精进 凡是精神提不起来的 都是不认识 自甘堕落 精神提不起来 墨落在哪里 墨落在自私自利里头 明文理阳里头 其情无欲里头 就墨落在这里头 永远出不了头 于是我们就体会到 世尊为什么四十九年 将近不休息 慈悲到基础 希望你听闻 你觉悟 你明白了 自己原来跟摄迦 跟弥陀 没有两样 所有一切故事 不要说别人不对 这个我也是常常讲啊 回头想想 自己有错 我这地方啊 你怎么能怪别人呢 什么都是我对的 别人错的 这个人觉悟是非常非常困难 仍我见太甚了 真正修行人 不仅在佛门 在中国道家入家 在今天全世界 你看看正规宗教里面 我们的正教啊 那些创教的大神大贤 都是这样教人 人要谦虚 人要恭敬 人要只顾 人要忏悔 人要改过 那 觉悟的人 责备自己 不责备别人 那 只有迷惑颠倒的人 自己不承认自己过失 都是别人错 从自己内心里面 放下 对一切人 对一切四 对一切五 五就是一切众生 对烈点 这个念头 也放下 不能跟任何人 对烈 不能跟一切众生 对烈 对烈 五十戒以来 这个预言戒 戒不开 戒不能从对方啊 对方没法子戒 从我这一边 预言戒们 两方面的 我这一方 戒除了 他这一方 力量就没有了 所以 又互相待 估无力了 他相对的 我这边没有了 他那边力量就没有了 所以先从自己对边来做 阿 祢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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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